人從舊式的提款卡轉帳 改為手機網路銀行轉帳 台中有一名女子 日前手機網路銀行轉出了26萬元 但她渾然不知 懷疑疑似手機遭駭客入侵 所以去看影片講 那有可能是從這方面的話 手機被駭客入侵 然後被指入病毒之後 刀除了個資 多數的網銀都有設置查帳的功能 但這名受害的女子 平時就是沒有查帳的習慣 事隔多天才發現 自己照護裡的錢居然被轉走了 被害女子跟朋友聊天過程 發現對方網路銀行帳戶也遭炸領 被害女子從上個月29號開始 陸續被盜領帳戶裡的錢 一直到這個月7號 帳戶突然收到10萬元的入賬通知 但查帳過程 這筆現金又立刻被轉出去 這時被害女子才驚覺不對 立刻上網銀查帳 卻發現這過程中 自己帳戶裡的錢已經陸續遭轉走 前後供財損26萬元 但手機完全沒有任何通知 質疑網路銀行真的很危險 網路銀行現在可說是方便又快速 雖然現在不能確定是什麼原因 遭駭客入侵 但民眾還是得提高警覺 不讓駭客有機可乘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